饺子是你们人类喜欢吃的一种食物,大家知道饺子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水饺,那你知道饺子为什么叫水饺吗? 这还是要从饺子的发明人东汉时期的医生张仲景说起,既然是医生发明的,很显然饺子最初并不是食物,而是一种药物。 当时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药材放在水里煮熟之后,让病人吃药减少点痛苦。 后来,东汉末年分三国,烽火连天不休,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,但是仍然挡不住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步伐。 三国时期的人们把饺子里的药材换成了食材,从而使饺子摇身一变成了一种美食。 不过,要注意的是,小方在这里饺子饺子都说了半天,不要被我误导了,当时这玩意还不叫饺子呢? 她在当时的名称是月牙馄饨,在唐朝以前,是她都是药莲汤一起盛出来边喝边吃的,毕竟水喝到肚子里,秤一下,肚子就满了,能省点粮食。 后来到了唐朝以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粮食相对之前来说富裕了不少,人们盛饺子的时候开始脱水了。 到了北宋时期,市场空前的繁华,纸币也应运而生了,当时的纸币可不叫人民币,也不叫法币,而是叫胶子。 这里的子就是石称,子丑银帽沉寺,五味深有虚害的那个子,焦就是焦替的意思,意思就是一个由过去来到了一个新时代。 在那时候,已经逐渐的形成了过年吃月牙馄饨的传统,于是慢慢的月牙馄饨按照焦子的谐音改名为饺子,后来演变成了饺子。 后来,饺子通过小小的蒙古帝国传入到了世界,这才逐渐的有了朝鲜饺子,俄罗斯饺子,哈萨克斯坦饺子,七龙猪饺子等等。 到了明清时期,人们又因为饺子的制作工艺,给它取了水饺这个名字。